别那么累,就在家里我养你啊 是不是经常听到男人对女人说这句话 其实也有很多女人对男人说这句话 当一个女人对男人说这句话的时候 说明这个女人是真的很爱这个男人 她在赚钱养自己的基础上还要养个男人 男人们遇到这样的女人 你们还在犹豫什么,赶紧娶回家吧 男人赚钱养家确实不容易 但是女人愿意跟你一起分担呀 不是有句话叫你赢我陪你均临天下 你输我陪你东山再起 只买该买的节俭点 女人最喜欢的就是买买买 但有的女人为了家庭会特别节俭 在这里小兵想说句题外话 该花的钱,该经营自己的钱还是得花 真的没有必要花的钱可以不花 虽然节俭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美德 但是不能太节俭 你只有把自己经营好了 男人才会更加爱你 有你我会更安心 当女人觉得一个男人不可缺少时 谁都代替不了的 那么恭喜你 你已经成功的俘获了这个女人的芳心 她会觉得 有你在的地方就是家 跟你在一起就有安全感 会很安心 什么都不怕 所以男人的陪伴也很重要 你给的幸福 所谓幸福也叫幸福 所以男人不仅满足了女人的精神 也满足了女人的生理 精神和生理同等重要 女人愿意把她的真洁交给男人 说明她已经做好了 要给这个男人过一辈子的打算 她有一颗陪你到老的心 会更幸福